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要的东西 我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 等我拿到东西之后 我自会去交给宁王的 王爷 你要的东西带来了 哎呀 就是这么个小东西 一直落在他手里 不如趁此机会 掏出这个玉佩与太子的死 有什么关系 王爷 此物 里面的玄机是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替他透我的话吗 怎么可能 我 过来 哎 王爷 你怎么了 上次是在将军府 我自然是得注意身份 这又不是将军府 过来 啊 啊 王爷 你别这样 外面都是人呢 外面都是我的人 咱们不敢进来 过来 宠王爷 你别过来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你是生火气了 还是欲擒故作 你干什么去 回来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好 谁 将军 你敢对本王动鼓吗 我也要试试吧 别别别 将军 我 我就是为了许久才约阿清来死住的 我自知去把李说 我错了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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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将军 我带你回家 祖回故城里有一早 抹不掉 言语故事不乱江潮 旧梦里 灯火燃红尘啸 而今是荒腔走条 是真火燎燎 我听闻 传说起了风 又跌落成空 不敢绕众生 不敢惊动梦 只怕转松 未能描迴荡年金红 爱你是风月情中 是寻常爱恨 时代彩虹冬 执念虽朦胧 是再难相逢 红尘变影有时无中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私下检凝我吗 王爷你别过来 如果不想说的话 就算了 将军 我来替夫人书洗 照顾好夫人 诺 快点找 快点找啊 王爷发话了 找到一颗珠子啊 赏银一百两 我找到一颗 我也找到了 快点啊 这些珠子 王爷已经看了许久 我居然会有挫败可 这边这边 你说她到底是什么心思啊 过去过去那边 卢家不知道那位姑娘的心思 可王爷似乎很在意她 本王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要想成大事 就不能被别人的情感所作用 你与其在这耍枪生闷气 你再去问问她便是了 多事 太子身边的老内奸 找到了吗 一直没有消息 需查一些时日 瞧这脑门汗 将军万福 将军 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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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您为何不与将军解释清楚啊 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看来我该给你写修书了 我是军师 军师 军师 将军 您睡了吗 睡下了 那我明日再来 还没睡着啊 进来吧 将军 将军 我知道 我一直欠将军一个解释 相公 我爹他和宁王 一直要求我找到太子的遗物 各种缘由我无法推脱 只能听命行事 但我知道 这也不是我犯错的理由 我拟了一份修书 请将军修了我吧 修了你 然后呢 然后 我就回到我该回的地方去 这个还给将军 这个怎么还在 这是将军您原本的那一只 那你给出去的 我找人访了一只假的 短时间之内 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凌王如此看重她 至少证明了此于佩 跟凌王和相国府 都有莫大关系 等一下 等一下 除此之外 你可还有别的圣感症吗 有 是什么 现在我还不能说 好 那我就等到你能说的一声 将军 在此之前 不许离开我身边 好了 发了 那 我先走了 但我觉得她是什么 非常威力 第一个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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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军 三字忘拿了 我准备了一个假的玉佩 来试探嫂夫人 没想到嫂夫人又拿了一个假的玉佩 去骗宁王 这一招啊 还真的是始料未及 这说明宁王做贼心虚了 只要能证明这个玉佩是宁王的 那她和太子的死 就偷不了干系 小婉生 你别说我现在真的有点佩服你的直觉了 嫂夫人既没有不忠于你 还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这一点啊 我还真该向嫂夫人赔罪才是 玉佩 若抛开她的身份 你怎么看她 自打嫂夫人入府 善待下人 保护海统 府中下人对她也是称赞有加 诚如你所说 偽装一件事情很容易 但偽装成另外一个人 却很难 但凡她肯跟我谈判一个字 我都愿意相信她 她就是不愿开口 这又何难 我再想一句试试便知 你还是啊 你的招商人 我的夫人 我自己是 怎么一个卖大户路的都没有 小朋友 好 你手里这根糖葫芦 能不能卖给叔叔啊 夫人 我绣得跟这个不一样 你像我一样 这样绣 将军 将军 这是 我凑巧在集市上看到有人卖 就身手买了 元宝喜欢吃 你拿给他吧 好 小孩不能吃太多甜食 一根给元宝 一根 你吃 夫人 将军对您可真好 是 元宝写得怎么样啦 看 阿娘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 这是阿爹给你买的 拿 拿着吃吧 碰一下 好甜啊 你觉得呢 嗯 甜 对 你快要吃了 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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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蜜 你吃了 你吃了 一根糖葫芦 能不能卖给叔叔啊 爹爹 他瞧我淘葫芦 瞧你淘葫芦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这么大个人了 还瞧小孩子淘葫芦 大家快来看啊 就这个人 瞧我儿子淘葫芦 信不信我把你做的官府啊 联系金威司 下检心任务 何事 弄两根淘葫芦 我就不信买不到了 你说 有没有可能是同一张面孔 却是两个不同的人 或者说 本来就有两张面孔 可让我眼眸 话不问爱恨情愁 痴远就很如新鲜柔 鸟鸟人间走一走 邂乎笑似娘作咒 容颜已换心依旧 独我白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